大家好,又是我們GameplayHK 我是Elly,這次跟大家玩個新遊戲Jump Force 其實都頗會選擇日子推出,2月14日 各位男士,是不是很渴望你的另一半買給你當作情人節禮物 有沒有人真的這麼幸福,留言給我們 放閃我不怕 Jump的格鬥系列其實都出過很多代 而這次Jump Force就是以寫實風格為主 我一直都說這些風格真的有機會想著採取一些西方玩家 但都希望照顧我們玩慣入系遊戲的朋友 有玩性要提高一點,不只是畫面好不好 開場動畫看到菲莉破壞地球 但是老實說 五空一面超級殺人,他就不能站在一起,再加上有名人 不好意思,我叫掛名人不知道為什麼,但是香港人有些 但是香港人有機會看開動畫就會叫名門 還有露飛 其實可不可以不要三打一 正義永遠都是必勝的原因,正義永遠都是人多欺人少 其實我想看露飛打菲莉 開場動畫一定是這樣,那招出了不會有結果,結果是要你打 但是最後看到夜神月加上劉克 最OP當然是他,寫個名字就可以解決別人 這次故事模式我們需要製作一個戰士 打開動畫格鬥的朋友,例如龍珠的火影 新人出擊等等都習慣 又是見到菲莉 旁邊就有個KF 好像有點溜柔的,大廈是有爆炸,但是沒有任何裂痕,玻璃入睡 暈療禮,應該是玩家我們 這次回復 暈到那個應該是玩家的我們 了解しました 心肺機能低下 出血多量 このままでは 数分以内に絶命するものと予測されます やむを得ない 意識が戻ったようですね 今 あなたはフリーザの攻撃を受けて 危険な状態です 助かる手段は一つしかありません 今から あなたをヒーローとしてよみがえらせます ナビゲーター 再構築シークエンスキドウ 了解しました 要拯救我們有個核心 我覺得道德格斯好像有走樣 看來是要創作我們的角色 被人打暈了的玩家現在就創作了 男生的樣子 整件事真的很寫實 女生呢 這麼普通 看上去有點像高橋劉美子的風格 看來這次男生比較漂亮 頭髮像一輝一樣 不過沒有辦法 我每次玩這些遊戲都會選擇女角 希望進去整件事可以更好看 它還會分為格鬥的類型 樣子都不同 如果A型就是以利落的攻擊來迅速擊潰對手 B型是重擊的 是海賊戰鬥風格 C型是輕型動作體術 忍者風格 其實A型是龍珠 看來 我就選A型 其實我覺得不大分別 進入遊戲才慢慢比較 或者不對勁再創新角再玩 可以做樣子 身體有三個部分都可以調教 我就做得誇張一點 很少 瘦削一點 但是某些地方可以保持 很澎湃 很澎湃 我選擇語音10 好了,我弄成這樣 我們堂堂一名美女 黑色背心 剛才杜拉加斯塞了一些東西給我們 還要杜拉加斯好像有點走樣子 哇,自己也怕一怕 走樣子 我們要進行教學模式 又要進行教學模式 我們 那個核心就是安布拉斯立方 就叫做 要對付KDF 對付KDF 暫時教了輕拳和重拳 這些普通東西 長按攻擊就會更厲害 但是有點硬直 還有教了一些防禦 跳的交叉 圓形的達人 好了,手量教學完成 看來還有多些東西要教 因為不是太深入 怎樣都好,辛苦你了 臨時醫院 我做了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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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贏人 還可以收納方 即是用來升級 我做了一份 希望這隻Jump Force 不要拆得那麼辛苦 升級那些東西 好嗎 是呀 那什麼人 好嗎 你真的想要看 待會 那什麼 新的夥伴 你就想想 等 lowers 等下 一開始就弱化悟空,正常悟空不會那麼廢 好,我們做到的高度拉格斯這麼多 我們一開始就進入遊戲大廳,看來要介紹一下設施 近年遊戲都是這樣玩,大廳等大家走來走去 接任務或者跟朋友鏈線 甚至在這裡會看到真實玩家跟你說嗨 好,拖套三名主角,聚首一堂 好,拖套三名主角,不然是說謊 江流叔叔應該是管理員物體 人物たちヴェノムズによって現実世界は破壊と混乱に飲み込まれた その脅威に対抗しているヒーローたちそれがジェイフォースだ ジェイフォースのメンバーには悟空やトランクスのようにジャンプの世界からやってきたヒーローと 君のようにもともとは現実世界の人間だったヒーローがいる そうだ今の君には彼らと共に戦う力がある 君の中に埋め込まれたキューブが君の意志に反応して力を与えたのだ 我々はそれをコズミックキューブと呼んでいる 倒したヴェノムズから現れ出たのもまた同じものだ そうヴェノムズはもともと人間だったのだ 悪意を持つ者がキューブの力を手にした慣れの果てだ ヴェノムズは悪意を持つ者を集め彼らにキューブを与え 仲間を増やしながら現実世界で支配エリアを拡大している このままでは現実世界のすべてがヴェノムズによって支配されてしまう それを阻止するにはヴェノムズの殲滅はもちろん ヴェノムズを生むキューブの回収が必要だ 君も我々とともに戦ってくれないか ジェイフォースの一員だ 期待しているぞ ジェイ君 女性英雄介入他ジェイ君 不知各位覺得我這個角色好不好ジェイ 目的大根拡大 但是不想让你回来 嘻嘻 真正乖 我愿意不愿意 这种崩溃的世界 我愿意改变一刻也快 我愿意改变这个我手 我愿意改变世界 讓我改變世界 好了,切磕溫,惡意的種子 Venoms的侵攻拡大 Alpha Team Alpha就不空 Beta就是魯菲,最後就是名人 在實際的作戰中,組員的適性和状況以為柔軟地運用 首先是J-Force的全容 即使各隊見面後選擇 正如所屬於組員的技巧 選擇隊伍,因為這遊戲跟火影三對三是一樣的玩法 我們去賣哪個堆,大家喜歡什麼作品 這些全部都是電腦,NPC 這個任務的場景其實都像Cinnovus的設計 不過都是那一句 寫實一點 像Cinnovus,任務旁邊活動也是這樣的 不要緊,這些遊戲我們已經預算了 這邊就可以玩離線對戰 看看A組,即是Alpha Team 其實我的人物格鬥的風格就是悟空的風格 這些龍珠Style的房子,一號房子 連門口也走不了,不要敲門 悟空,你好 我感覺到一些東西 可以穿過 這樣 搞錯了,為什麼可以黏起來 為什麼做到這樣,做什麼 難道是透明人還是我是透明人 很好看 A組的領導 孫悟空 原來一部隊裡面都包含幾套作品 我還以為只有悟空 我們去買Beta和加盟 加盟 加盟就是露菲 海賊王 整隻船泊了過來 到處看看 可以捐這些隧道嗎 待會玩一下 雖然說Cecinoverse,不過世界真是挺大的 雖然說Cecinoverse,不過世界真是挺大的 不是,剛才說想走那個隧道 這個隧道 探索後說不行,都是第一次開遊戲 都要到處看看 不過好像沒有任務指示要我進來 有人,都是電腦,NPC 不好意思,因為我沒有上線 這個地下世界 外面世界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在雲海上面 還有加盟隊伍的火鷹聊天 明人,Hello 你有顏色嗎 威風機 威風機 每個人都要以防守 打 Espero 多養 找你 呀,NTRO 聽,聽得懂嗎 有,聽得懂嗎 這個部隊裡,真的很難 所以,你們這個領導 好,SASUKE 哇有座座啊 突然很吸引有座座 是相同的,Sasuke 像是誰似的 怎麼樣?我跟Gamma隊的印象是 這樣看,Gamma隊是敵地的侵入和偵察等 請問我,請我跟我們隊伍去 海賊王我自己就沒有追得完,太長了 不過火影和龍珠就看完了 所以如果我選了火影和龍珠,但因為我選了龍珠 我們要去Alpha隊 現在我們要去長官跟他說我們進什麼隊伍 Alpha 不然兔3號的質感 第一次玩遊戲真的有寫實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習慣不習慣 這個地方是訓練室 J-Force的朋友當然是 我們使用Venom's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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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使用模擬戦争 我們使用模擬戦争 要是,要是,我們在今次戦争 我們可以再次戦争 但是,模擬戦争 是後來的 現在是我們和實戰 由悟空老師教我們深入的玩法 Iris有草棄,出招就靠這些 先踏去,然後可以草棄 按圓形 完成了 不讓我出的 這個練習關係,電腦真的放水 讓他打到,閃一閃 來吧 招式在空中是用不到的 一定要落地站到找一玩才可以出到 不知道會不會有招式可以在空中用 應該要草招 就放在我這個角色裡面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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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我們角色的開始絕招應該就是 看我們選擇什麼隊 你看我們有龜波氣功用 也有我愛羅的沙 可以打 比達面對著好像喪屍的物體 這些壞人好像撞邪 就這樣 糟了,核心由屁屁進入 看他多高興 哇 比達原來真的試過一次就馬上好享受 不是這麼老頭加進了對面的喪屍團 我們看到有個邪惡核心由 比達的屁屁進入之後 比達就成為喪屍首領 電視道顯示香港 大家知道這遊戲有一個香港場地嗎 現在又轉回海旋盤 好,下去了 找回長官接回任務 很擔心被打的屁屁 好厲害 這裡有兩個感嘆,有任務接 只可以接Easy 先打一場,看到比達,星馳 以及路奇亞 神龍之衛達爾也有 不如馬上選他 有沒有朋友認識這個達爾 先選我們自己 其實我覺得自創角色的人仰不要用黑影 大統木輝夜在火影忍者終極風暴是很好用的 城市獵人 萬波 就選你了 我選完的都是很老牌的角色 三對三 玩火影忍者終極風暴都很熟 第一個是達爾 其實我覺得都很花 速度感很好,但要習慣一下 星馳沒有擋 避過了他,威力打了 好,轉人好運 我會轉 不如轉馬波 比達拍子彈,第一次見 快到輪胎 瘋了,整個畫面實中 104攻擊 我想這招要擋會比較好 吃光 閃,閃,閃 差兩個球 搞錯 哎呀,到我用大技了 型格醒的KO,想不到比達是輸在子彈上 雖然有對制性,但血量表的共用 萬波這麼威猛,可以閃身,真厲害 我覺得這個,很帥氣 趁機補一補氣 雖然有對制性 不如我打你 我打你了,這麼奸奸? 好,他打到邊皮都撞,總之擋 我打算用大技KO,可以嗎?希望中 再見,比達 玩完了,我自己的自創角色沒什麼用 是不是懶惰了美女呢? 今集Jump Force 玩到這裡,大家都看到格鬥畫面 加上故事小小開頭 看到比達變成壞人,我想都不少本來是正義的角色都會變成壞人 之後再玩其他劇情給大家看,下次見,謝謝,拜拜